大家好,我是屈凯 我们以前有介绍过这款 C-Audio的BREFERRY勇气 没想到它竟然又出一个更新的版本 RB BREFERRY RB版本 这RB是差在哪里 那么第一个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出来 就是这个封面的差距是差距蛮大的 以前是这样 偏宁静的 现在呢 偏那种攻击性很强的 那么其实呢 它的单体配置呢 还是跟旧版本的一样哦 单边四个动铁单元 负责的频段的一样低中高 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最大差距到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 以前的版本呢 就只给一个3.5M的连接头 那现在大家都留心什么 可更换头设计的啊 所以RB版本当然要跟上 它里面所配的头呢 就可以让更换 4.4全平衡 2.5M全平衡 3.5M非平衡 就包在里面 而且它的线材呢 也变得比较高级了 是有升级啦 所以它的声音水准呢 也因为它的线材升级之后 解析能力低音表现 它的声音的圆滑程度呢 都有所提升 那么还有一个最大差距就是 我们一直讲RB RB RB RB什么东西 红色跟蓝色 Red跟Blue 所以它的枪体颜色呢 从以前的只有一个黑色 改成了一红一蓝 而且它的形状呢 枪体形状也变得具有人体工学 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呢 它非常的好呢 你握持感都变得非常的好 那么它里面所配置的耳塞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AZLA 韩国的耳塞 那么这耳塞的好处就是 它塞到耳道里面之后 它会因为热度 慢慢跟你的耳道贴合在一起 贴住之后 外部的声音 就会更容易的被隔绝开来 你就会更沉浸在你的音乐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试听看看 那我第一个先试听的 我们环境呢 就先使用Fill的R7 桌面的一体播放机 那先用3.5M的部分来试听 先听这一首 水星的魔女1D片尾曲2 Red Burst Mark 那么这一首歌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 一开始 它的低音 那个起来的低音呈现 好不好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 那个低音弄起来 爽感 很棒 它的低频用两个动铁单元 去呈现那个低音带来的感觉 让你感觉到 它明明是用动铁 但是跟动圈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相近 因为它用两颗嘛 所以后面那些低音的 蹦蹦感啊 低音的敲击声啊 低音的呈现 都做的可圈可点 不会让你感觉到 那种平弱啊 不够的感觉 不会 能量十足 这个低音 我很喜欢 我们接下来就是这首歌 开始人声唱歌的地方 那么这首Red Burst Marker呢 它的歌手唱枪比较特殊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 还可以感受到说 哇 它声音的清晰度 它人声 它去转音 还有那种突然要傻呀 上去的那种声音 都可以很好地被表现出来 华丽的程度啊 动铁表现 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就是 铜拔开始那个 左边右边的声音之后 另外一颗在高频 超高频 这个动铁呢 它也可以把声音表现得非常 就是该要有的 低音能量表现 有做到 人声华丽清晰感 有做到 高频的声音呢 也有做出来 细节表现也很好 而且 我可以感受到 明明你就是全动铁单元 但是它很好的把 齿音的部分 去把它给削弱 它有一些频段 是把它凹性下来了 把它去躲掉 人声齿音的部分 但是我还是听起来 非常的珠福啊 干药的饱满程度 还是有做到 那么也因为 它是四个动铁单元 所以当我去听了 You Asobe的IDOL的时候呢 他们声音的频段呢 就比较不一样 这时候就可以感受到 没有那么高尖刺 在沙哑的声音的人声的时候 去听比较丰满圆润一点 声音的人声的时候 你就感受到 跟听 动圈单元的时候 那个细节温和声音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还是有 动铁的刺激感 在这一副耳机里面 那么这个 这一点刺激感 并不是让你不舒服的 刺激感 是让你可以感受到说 我去听流行乐的时候 该要有的速度感 低音能量呈现的时候 人声 尖刺 但不是不舒服的 尖刺 该有的 刺激感 被带到这里面 这就是这个 Blavery 最厉害的地方 该有刺激感在 但又可以 很舒服的让你一直听下去 那么当然有些人 比较不喜欢 这种比较刺激一点的感觉 那你可以做一些 不一样的改变 前端的改变 像我们现在用的是呢 Fill的R7 桌面的一体机 它走向 Fill的走向就是 比较还原声音本色 它来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比较属于 没有染色的 比较中心一点的声音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了 RB的走向是 声音会比较刺激一点 但如果你想要再圆圆一点呢 有一个方法 前端你可以像 换成这个 IQO的ITB03 那么之前有介绍过 它的声音就是 有自己特殊的中频 丰厚的声音 又有它是电池供电了 所以呢 该有能量感 不会因为手机供电不足 而有所削弱 就该要有能量 能打得出来 声音呢又有点丰厚 又特殊阴染的感觉 搭配这个 很不错 而且 我还试了 更上位了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Saw in the Walkman WM1A Mark II 它的声音 跟圆润 那个我刚刚前面想到了 声音好像比较薄一点点啊 比较刺一点 好像中间声音 过度没有很好的感觉 到黑站2 你会感觉 它本来好像 很多锯齿状的声音 瞬间就像这样子 糊了起来 这个声音的表现 就完全不一样了 变得 该量力的量力 声音圆润又好听 黑站2呢 大电容的推力 又可以让它 叮蹦蹦干起来 非常的棒 那我们现在都还只是使用 3.5M非平衡而已哦 当我换上了4.4全平衡 插上去这些设备之后 哦 能量感被激发了出来 两个动铁第一单元的那个气势啊 量感 第一量感 被更多的激发出来 那棒棒棒的声音 变得更强大 人声呢 稍微 本来是比较聚集中间的声音 它有点被分开来一点 让你感觉到声音会比较宽松自然一点 而且那些声音乐器的表现 它的定位 左边右边 你就感觉被拉得更开来了 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呢 该有推力变得更强之后呢 像上黑砖2 它本来推力不足 推力足了一点之后 你感觉到 那整个能量 丰沛能力 就被带了起来 那么当然啦 还是要看你个人喜欢 有些人还是喜欢3.5M 声音比较中间 比较聚集的声音 有些人就是像我一样 比较喜欢松一点 松起所有的声音 让你感觉听起来 就是比较舒服 这是个人 一个人喜好啦 所以有这样换头设计 非常的不错 那么最后就是 这两个新旧版本 它本质上 声音到底有没有差距 如果都拿一模一样的线 来听的话 其实真的 那个差距 微乎其微 虽然枪体你看 形状好像有变了 不太一样 其实它影响的差距 非常的 非常的小 这里有差距 就是因为 这两个线材的不同 还有因为 转接头的不同 一个3.5M 一个4.4M 那上去的能量感 有所不同 所以其实 如果你常听3.5M 比较聚集一点的声音 那其实你买 旧版的 Burrary就够啦 8,990块 但是呢 新版的 RB版本呢 它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 那个红色跟蓝色 很透亮 很漂亮 而且它又是可更换头设计 但是呢 就是要多1000块 变9990块 这就是它们两个之间 最大的差距啦 那么 RB版本呢 比较具有收藏价值啦 不然一般版本呢 其他人都是一般版本嘛 带出去看 大家都一模一样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还是以你个人的喜好 来做选择 好的 那我们最后 来总结一下吧 Codeo的Burrary RB 红色跟蓝色 感觉就像红宝石 蓝宝石 怎么讲一讲都感觉 好像在讲Pokemon一样啦 好 那它其实最大的差异 就是为了跟上现在的时代 把它的线材升级了一下 变成可更换模组的 可更换头设计的线材 所以这样子之后呢 让你可玩性变得更多 那么再加上颜色的改变 枪体的握持感 具有人体工学 你大幅的增加了 你手持的握持感 还有装线 拔线 换线这时候的方便程度 这就是RB版本 它最大的感性啦 那么它的调音风格呢 两个新旧版本 你看它的曲线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声音风格 是一模一样 一样的好听 因为它单边啊 采用四个动铁 但是能做到 我前面都已经讲过的 低音能量丰沛 根本不像动铁单元 发出来的低音风配 好听 人声又非常取得 那个动铁单元 该要有的华丽程度 再加上你前端 不一样的搭配 你要想要比较 再刺激一点的 还是你要再圆润一点的 由你来搭配 那最高 高频的部分呢 它表现 用动铁捣出来的声音 已经非常得宜啦 那么再加上 它线材的更换的头设计嘛 4.4全平的就比较松一点 3.5就比较紧实一点 比较中间 靠中间比较窄了一点 这就是看你的喜欢来做调整啦 那么这副耳机 我从以前听到现在 我还是非常喜欢它 真的 它听流行歌哦 非常的适合 尤其又是听 女生的声音呢 更尤为适合啊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开箱 C Audio的Brayberry RP版本 那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